分析神学at是指20世纪末分析哲学方法和概念的应用 所产生的越来越多的以基督教为主的神学文献 它与传统神学的不同之处在于 它强调在神学研究中运用逻辑 推理、论证等分析工具 另一方面 传统神学在神学探究方法中倾向于更依赖信仰、启示和直觉 分析神学中使用的一些关键概念和方法包括 1. 本体论、对存在、存在和现实本质的研究 2. 认识论、研究人类知识的本质、起源和限制 3. 逻辑、研究有效推理的原则 4. 形上学、研究现实的基本性质 5. 语言哲学、研究语言与现实的关系 在神学中使用分析法的优点包括 1. 分析神学为神学探究提供了严格而有系统的方法 分析神学使神学家能够参与当代哲学和神学辩论 3. 帮助神学家、澄清和阐明他们的信仰 在神学中使用分析方法的缺点包括 1. 导致神学的还原论方法 分析神学AT在许多方面影响了基督教神学的发展 首先,它提供了一个基于理性和逻辑的神学反思架构 这导致神学论述更加强调精确性和清晰度 也更关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关系 其次,AT促进了更有系统的神学方法的发展 分析神学家对神学领域的一些主要贡献包括 1. 为神学反思提供框架 分析神学家为神学反思提供了一个基于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概念的框架 这个框架使神学家能够进行严格而有系统的神学反省 2. 发展神学方法论 分析神学家发展了一种以分析哲学的方法和概念为基础的神学方法论